我們來帶你關心 近期重啟服貿協定的議題成為朝野攻防的焦點 尤其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是率先拋出要重啟服貿談判 但是隨即這個國台辦也拋出說 這個服貿談判的確是一個好協定 但是首先必須要支持九二共識 也被指揮說柯文哲跟國台辦是不是在唱雙簧呢 對此時代力量的黨主席王婉鈺有最新的回應 馬上帶你來聽 柯文哲主席說我們是陰險狡障的政客 他有沒有自己想過 當他成為柯文哲醫師的時候他反服貿 他今天成為柯文哲主席他要重啟服貿 他是不是更是陰險狡詐 我覺得他必須要對社會大眾有所交代 同時他也告訴大家民進黨把這個兩岸監督條例擱置帶舵 那民眾黨呢 如果你認為這是重要的事情 你是不是應該也要推出相關的法案相關的條例 但是民眾黨並不是沒有立法委員 民眾黨並不是沒有黨團 你今天支持服貿 你是不是支持九二共識 你過去反服貿 你今天支持服貿 到底是為什麼 你認為在中央政府有帶舵不處理 兩岸監督條例 那民眾黨是不是也是帶舵 好可以聽到王婉鈺其實也針對前幾天 柯文哲痛批秋顯智是陰險狡詐的政客回擊 說柯文哲其實十年前十年後立場不一 是不是才是陰險狡詐的政客呢 同時也質疑說民眾黨其實在這幾年在立法院一直都有立委 同時也有黨團 為什麼在質疑民進黨沒有在這個兩岸監督條例上做努力的時候 自己民眾黨的立委 似乎也沒有很重視呢 是不是有雙標的狀況 以上就是現場主題狀況